大家好 这几天在新年民地技术听过行政司会 白河讨论到相关的电话案 其中传播教组拿出这美广的公共环境情理结尾 有四百万的这个医生 应来着很多医院的关心与讨论 这个团有的时候我刚才看到 这个家伙刚刚是保守台湾相关的这个分流的消费之外 还有一部分是1.1万块的分流的保存 出席医院里面说这种做法是保守不含你因为你有大小力之差 但我们民家就差这么多 应该是这个消费的事情 不要再用本来你的办公经理 办公经理做办公经理做办公经理做办公经理 不然有的这么划 没有这么厚 要十三万 办公经理学平前十三万 学平后也十三万 你这样同意你都会做 我感觉你做的这个我用资料在说不好 一万块 你看我们的选择 大家理 大家服务员真的非常辽阔 我们台南是第一选趋势 我们台南是五分之一 所以你说一只一万块 有的房子肯定分不错 这个部门真的非常减苦 要马上来执行 真的防干生于治疗 然后一年一次我也觉得真的太小了 因为其实还是有要 他那是一分之一的药效 药效有多久 你也要减减 是 另外天狗约的房地 到现在大了一年 一遍的分业之外 企丸也在说 他命着压情的发展到以后 应该还增加出售 不过对着委员分业的效果 没说没问题 自己的分的更辛苦 更有效 疑问就因为 过程应该家庭做得感到 他说天狗约的压情 是不是大部发议员的建议相关单位 应该通合到相关的资讯 借着压情的库地 都给民众做得了解 南天新闻 待一下新娘彩虹不得